各位啊,我是想跟我这些 视频日记吧,我做的主要是视频日记嘛 刚才我不是发了一个叫 学校的开的晚会吗 叫一青春 不是叫一什么 一芳华 不再见 就是那种那种欢愁晚会 唱唱跳跳啊,感觉也蛮好的,而且是女人啊,长得也 演员啊,什么同学啊,女人都感觉蛮好看的 视频日记录下来,等到我那个一下子 暑假了,估计就看不到他们了 这些年轻的小孩,年轻的生命 就没,就不是没了,就看不见了 我就看不见了 就要再回到这学校,那得何年何月啊,你说啊 对不对 我隔壁 不是隔壁 是隔壁的隔壁的隔壁 隔壁 就是第三间 正在那四五个,五六个同学 正在 正在那个叫,玩什么 游戏玩 捉 牌桌游戏 叫大富豪还是啥玩意儿的,我也不太,我反正 在那,玩牌了 喝着啤酒,玩牌了 喊我去 没有没有没有 他们正在那边玩牌 但我刚刚去了看了一下,我也还有 氛围不太好 一边抽烟 好像还有人喝酒 不知道有没有赌钱啊,我还没细看 你说这大学吧,你 你到底读一个大学,你天天 那 当然,我也不能这么 直接讲,因为我的 关注的人,有一些也是我朋友,我也是我同学 我的粉丝里面,有的,我的的关注人里面呢 有几个,有几个也是我同学 看到就不好了 我认识说这个 千万不能赌钱啊 赌不钱 甘不甘不 这就是 赌钱呢,你看见他,你赶快走 赌就算嘛 他赌输了赢了,跟你没关系 你不要说,看他赢了 你想照上手 骗你的 这种东西根本不要行 赌钱赌钱 你都能赌赢 你是别人傻 我们男同家那边过年 过年的时候经常会有赌钱 就是说打牌骂的 我是绝对不参与的 我从小到大我只赌不过 我记得小学五年级还六年级 赌过一次压缩钱 五块钱没了 我就记住永远不赌了 到今天还没赌 就那次五块钱 我还记得了 但是我没有赌 之后我就不赌了 因为那我还骗你的 对不对 你说你要是赢了 都是你的这些亲戚 认识的朋友 对不对 你好意思呢 你要输了 那你肯定不开心了 听没听见那个声音呢 正在打牌呢 正在打牌呢 隔壁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赌 就亲友之间你也不要赌 就不要赌这个事情 有人说那我去拉斯维加斯 去澳门赌 那你更不要赌 那你必说无疑 都让你赢了那些开赌场的老板 他正谁的钱啊 真的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他不是说要聪明的大佬 他是连正常的大佬都没有 知道吧 他是他不是个正常人 他脑子就不是个正常人 说都去了澳门 拉斯维加斯 赌场赌钱 都让你的这种人赢了 像我们这种小老百姓去都赢了 那老板傻啊 老板呢 给你那酒店盖的这么豪华 排桌盖的这么豪华 什么什么 核官什么什么女的 什么什么那种 装潢这么豪华 不要钱啊 电费还要钱呢 设备什么不要钱啊 都不都是从你这些赌徒身上 身上出的 怎么可能利刑呢 那不可能呢 那是有一点老子的人都觉得 必输无疑 当然了 有几个呢 他是先让你紧 有几个让你赢 然后也让他吸引一帮另外的傻逼 来赌 对不对 不就是这样吗 就跟好多那个微博抽奖的呢 叫 还不是叫微博抽奖 就有一些啊 说你投一块钱 你有可能呢 获得一百块钱 就你投一块 你可能获得一百块 但是呢 一块钱呢 可能就没了 就中奖嘛 如果你投一块钱 你有那个参与中奖的资格 哗啦哗啦 一万多人 去投这一块钱 结果只有一个人得了一百块 那那个组织这个游戏的人呢 他在那九千多 你想想有没有想过 发家自负 我说真的 有头脑 有头脑 发家自负 有头脑 有头脑 你会是不是 都骗子 有一些人就想用一块钱 花期放大一百倍 说自己能走狗 怎么可能让你走狗 是云呢 对吧 杀朋友 杀朋友 照照自己 什么样子 你不要 我常常讲 人活着 有的时候不需要聪明的大脑 只需要正常的大脑 就正常 隔壁那边好像声音又有点大 正常的大脑就行了 你不需要他们多么聪明的 真不需要 你不要觉得说我这个话说的有点不好啊 咱们这个 不是说什么不好 没什么不好的 咱们这个是实话实说 对不对 就你 只要你想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你不需要多么聪明的大脑 就正常人的大脑 咱也不贪 你说什么花期能成为一万风 你做梦吧 你啊 你这辈子不可以做梦吧 真的 花期一口是说 门门我要考一百分 你真做梦吧 六十分过来就行了 你问是不是 你问你打个工 像我们现在 现在这个 苏州把工资 高中叫 大学毕业 毕业生嘛 应届毕业生 一个月就能拿个四五千块钱就行了 就五千块钱算高了 四千块钱 四千块 四千块 一个月 可以了 有人说我要拿八千 我要拿一万 你是不是这块妙啊 你啊 你说对不对 你是不是这块妙啊 你啊 夸子一流就在我们 你要拿八千一万 那是研究生的 你是本科的 认准 对不对 看好自己手里的牌 你再出牌 你不要那么 不要 是不是 是不是 你说 又受到赌上了 绝对不能赌 绝对 我是不会赌的 我永远都不会 比如说你怎么这么承诺 我从小时候 五六年级赌输了五块钱 到今天 我就一分钱都没有赌过 一分钱 这就是我